原来庆帝最忠义的继承人并不是太子和二皇子 就连范贤这个私生子也只是他维系朝堂平稳的工具人 在庆余年中 庆帝一共有五个儿子 但在早期 他真正忠义的继承人唯有太子李承钱 只是后面所发之事 让他的心境有了极大的变化 在庆帝心中 大皇子的母亲宁才人是东夷女奴出身 在庆国没有背景 将来自己要一统天下 辉军东夷城的时候 大皇子的立场不可估量 而他母亲也因为身份问题 没法成为后宫之主 最关键的是 庆帝并不喜欢宁才人 只是在利用他来制衡手握重权的陈平平而已 因为陈平平和宁才人 原本是双向奔赴的两个人 只是被庆帝横刀夺爱了 而宁才人被庆帝纳入后宫 也并不被太后和皇后等人所容 甚至在他生下大皇子后 还差点被皇后所害 全靠叶青梅的照幅才苟活下来 所以大皇子一早便远离权力中心 被派出去驻守边关了 巴尔皇子李承泽 是夺嫡之战中 唯一能与太子争锋的那个 他的母亲是宫中贵妃 在朝中又拥有靖王一脉的支持 加之他自小聪慧 深受庆帝器重 所以13岁就被封王 14岁就有了自己的府邸 15岁时就被允许入御书房听证 以至于他一度认为自己才是 庆帝最重要的继承人 并将登上皇位 锁定位了自己的人生目标 但后来他渐渐明白 庆帝只是将他当作了 逼迫太子成熟的魔刀使 因为在庆帝心中 老二虽然优秀 但心机过剩 气度不足 如果将来是他上位 那么他的几个兄弟 很大可能都活不下来 而当时的三皇子李承平太年幼 上位在庆帝的考察之列 私生子范贤 因为母亲的缘故 也只被定义为臣子 顶多做个权臣 相比较而言 那时的太子优势十分明显 首先 太子是嫡子 在身份上更加尊贵 更加优先 其次 太子更符合庆帝的期望 庆帝虽然是庆国历史上 文职武功都站在最顶峰的帝王 但他深知 自己铁腕开拓的庞大帝国 在未来一统天下后 需要一个和善仁慈的继任者来管理 才不会引发反抗和动乱 才能长治久安 性格温和 早有人名的太子当然是最佳人选 然而 在庆帝的无情打压教育 以及二皇子和范贤的残酷逼迫下 太子的性子变得愈发懦弱无能 甚至还和长公主搞在了一起 两人的私通 直接触碰了庆帝的逆临 导致庆帝决意废除 从而逼反了太子和二皇子 这两个最有竞争力的皇位争夺者 两人也在失败后 双双自枪而亡了 此后庆帝的心境总算有了一些改变 此时的他 审视自己仅剩的三个儿子 最重要的当属范贤了 首先 范贤方方面面都很优秀 他文采精士 无意高超 谋略手段 经营运筹都是上选 在民间的声望还极高 最重要的是 玄空庙刺杀和京都评判这两个大事件 早已证明了他对自己的绝对忠诚 虽然他尚是私生子的身份 但自己一句话就可以改变 哪怕他已经入了范氏族谱 自己也有能力将他拉回老李家祠堂 但庆帝对范贤的主意 却只是极短的一段时期 因为范贤无意登上那把龙椅 而不久后 陈平平的死亡 更是让他与庆帝彻底决裂 范贤组织两次刺杀 将庆帝消灭 皇位最终落在了三皇子李承平的手中 其实庆帝一直是一个极端自私的人 甚至在突破霸道 进入王道的那段最难熬的日子里 他已经变得灭情绝性 他五个儿子都只是他手中的棋子而已 操纵太子和二皇子相争 以及对范贤的扶持 都只是他平衡朝堂势力 维护手中权力的手段而已 所谓的魔力太子云云 全是借口 所以即便太子和二皇子都反了 也都死了 庆帝虽愤怒和痛苦 却只是稍纵即逝 直到范贤也反了 他两次刺杀庆帝 将庆帝逼入绝境 庆帝才终于袒露他内心的真实想法 那就是自己是大宗师 即便所有儿子都死了 他也可以继续生 总会找到一个让自己满意的继承人